空军松山指挥部参谋长日前带领招募团队 前来宜蘭市公所拜会市长 期盼能建立长期性合作联系管道 并希望有意从军报效国家的南洋子弟 能一起加入空军的行列 借我们宜蘭的子弟来让我们市长了解到 这些子弟兵在我们空军基地有受到哪些教育训练 未来有利于我们在国防部在推展招募的一个作业 能够比较顺遂 当然也希望说未来能够在宜蘭把我们空军的一些特色 跟空军的子弟的一些经验 适当的一个传承出去 让我们整个就是这边的 不管是就业或是说对于国防一些贡献 有更多的一些推展 我出生于宜蘭 然后我是空军来自空军松山地址回复 那我相信可以让更多洋人了解空军 那希望在地的子弟可以更认识我们 然后想要报名就找我们哦 市长江中渊表示 空军属于现代化科技军种 需要完善的后勤体系以及修护人员 为前线战斗飞行人员提供战备 不只能参加各项军职进修 或者是选派前往国外受训 未来退役之后还有机会加入相关行业 继续贡献社会实现加入空军 直达美好的规划 我们希望说能够有更多的宜蘭乡亲子弟 来做这个加入的行列 服役的这些时段 我们收纸部也跟我们提出 他们也都会在做这个一些职业场合 还有的训练 让他们不管是退役或者是继续要服役 都能够有一种这个专业的领域知识 不管是退役之后加入其他的这种职业行列 或者继续在我们这个国防部来担任 这个服务的这些工作都能够得心应手 加入空军直达美好 宜蘭新闻记者赖福新采访报导